哈 台灣是個先進的海島國家 釣點的合法性一直是困擾已久的麻煩問題 近幾年台灣釣魚的風氣越來越興盛 那我想我們所有人都最需要的 就是一個好釣又乾淨的合法釣點 在這個系列 我跟RJ將帶著各自的看家本領 左邊全台灣開箱每一個合法釣點 用不同角度、不同釣法 展開一場激烈的對決 那就帶上你的裝備 一起走吧 野柳漁港城是北海岸最大的漁港 在1917年 野柳漁港出現第一艘捕蟹船 它逐漸吸引漁民加入 於是野柳漁港與 東澳、龜喉、萬里漁港 被列為萬里區四大漁港 整個萬里區也成為台灣補蟹最重要的基地 補到的海蟹量佔台灣八成以上 新北市政府也積極扶植這個螃蟹的產業 他們成立了萬里蟹的品牌 並積極行銷全台 這次看到野柳的地名由來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就是在大航海時代 那西班牙人他們航行到野柳附近的時候觸礁 結果被原住民洗劫 他們就在地圖上標示了一個Punto Diablos Punto Diablos 也就是惡魔的夾腳的意思 結果Diablos念著念著 D跟B不發音就變成 Yalo 野柳 哈哈 但Diablo我是只想要暗黑破壞神 那記得念小學的時候 我們戶外教學千里迢迢從台南來到野柳 那時候看到女王頭 那時候看到仙女邪的時候 都覺得很震撼 而且那時候艷陽高張 那對野柳的印象超好的 如今風景一樣是超級美麗 大大小小的商圈也漸漸成形 包括海鮮餐廳 漁夫市集跟高級飯店 都一個一個入住 那人變多了 這並不是壞事 但是眼睛能見到的垃圾跟髒亂也變多了 而且能感受到的文化底蘊 好像也比小時候又少了些 那野柳為人所知的就是它豐富的地形嘛 著名的女王頭 覺得是大家必朝聖的景點 但是女王頭她的風化問題日益嚴重 加上陸客也沒辦法來台灣 所以野柳一度她是重盛轉衰 成為了這個人口外流最嚴重的村落 那當時對於社區營造 以及觀光商的定位 就是一個很模糊不清的階段 那如今 野柳跟行銷公司配合 她正式進入了後女王頭時代 她期待放大更多野柳的人文優勢 以及風景 也融合海洋活動 教育 地方創生 讓大家看見除了女王頭以外的 美麗野柳 就希望他們可以成功囉 讓我們繼續期待下去吧 大早KK現在在開車 現在是早上 2點20分 對我們要從新竹出發到今天這集的目的地 野柳一港 哇超早 但是我們要搶這個母光時段 我們預計是掉比賽 這次比賽是掉四點半到八點半 然後我也準備了很多有趣的東西 那這邊也不賣關子了 直接講 我這次有帶木俠 然後我這次帶的全部都是路雅的東西 對因為 這次他野柳港 深度其實蠻深的 因為我們有去廠勘過 那我的目標物啊 都離岸邊蠻遠的 就是黑吉跟槍打的效果沒那麼顯著 左思右想要放流嗎 還是要沉底什麼 最後覺得 那不妨來路雅一下 路雅 我們玩一個根魚跟這個木俠 我覺得如果最後是要比長度 母光的時候 木俠效果是挺好的 然後我們上次去野柳港 沒有拍到的是 看到一大堆的卵石超級多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有把握 今天真的才有把握 好 吊桿跟用具我們現場在講 這次的事件準備也很用心 也特別感恩光光 所以特別來幫我 光光幫了我很多 好 要準備上高速公路 專心開車 打野柳港見 這是什麼鬼事件 很少在這個時候出現的 肉 王王 好我們今天為什麼搞這麼早 今天要幹啥 不過是這樣子的 是 或是為了拍野柏 所以要這麼早 這裡通常 早上很多人會 比如說阿伯阿 然後在打沉底什麼的 他們會比較早來 所以我們為了要釣到 比較完整的流水 我們要再更早來 那你今天有什麼 早數 我已經笑到懲罰了 不要想 欸對懲罰是什麼 懶事不算 懶事不算 懲罰是什麼 沒有懲罰就是拿那個 你有看到人家那個拔腿毛啊 那個膠帶黏整片這樣 我們不會輸啊 我們不會輸啊 這處罰是拔腳毛 拔腿毛 好 輸了就是貼 貼左邊先拔 然後換右邊再拔 這樣 我會去買那個最強的膠帶 你準備拔腿毛 好 四點半快來我先去準備 完蛋了 那今天的秘技也是準備了三把桿子 三把又是不一樣的桿子 這把中間的是Okoma天蠍座 它是UL桿 那它是我拿來釣最小的魚 比如說小季頭溝 真的沒有魚的時候 我會讓它出場 備用啊 備用 希望備用得到它 哈哈 就是釣小魚用 那左邊這隻是Zenis的路亞幹 那這隻是ML 它可以背到5-18克 所以它其實是我今天的主力之一 很泛用的桿子 那第三隻我帶來是鋼鐵人 那主要我會拿它來超木蝦 因為它比較長 然後也相對硬挺一點 拿來跳木蝦 我會覺得還不錯適合 主要帶它來也是它是大跟桿嘛 也會拿來丟一些比較粗的雞頭溝 比如說14克的18克 那今天的木蝦就各種顏色啦 然後速成換成的 都價錢都有帶一點 對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們白港巡禮 第0級 這次是我的前大小包嘛 那我現在多了一個路亞小包 這也是我算了我自己的秘技 那這邊就是各種硬耳啊 紫線啊 然後軟耳 軟耳 拿出來了 軟耳 硬耳 紫線 然後前面放幾勾頭 然後這邊是工具 以為都沒了 對 太陽了 太陽了 我忘記穿頭 你完蛋了 你的手完蛋了 我掉到軟絲的話 給你們拿回去吃 你有帶冰箱嗎 有 有 我沒帶冰箱 嗯 好 畫給 畫給我 拿一樓 拿一樓 拿一樓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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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他沒有掃握 你是不是有人要低腿毛 等一下為什麼有什麼可能 什麼怎麼可能 什麼怎麼可能 哇!才10秒欸!10幾秒而已欸 哇!還在量水深欸 欸!幹!真的這麼厲害 欸!有沒有 耶! 哇! 算了!直接騎好了 欸!不行!不行!不行! 有點重 直接飛了啦 不要啦!你要想要我把他做掉是不是 看!等一下!我拿不到! 蜘蛛! 欸!真的是... 真的是瞎晃一通欸 哈哈哈哈哈哈 腿毛!再見! 快點!快點! 刮時間! 一定有很多隻 好啦!你用腿毛換你家菜還不錯吧 雖然我不是數學家 但是這樣的交易還不錯吧 好!來量一下!剩下20幾吧 喔!好可愛喔! 不然啦!投足類作弊喔!那個角力大概有30幾 喔!不拉腳喔!我量到眼睛啊! 我量到眼睛啊! 哈哈哈哈 好!我量到眼睛! 到眼睛! 到!好啦!眼睛下面一點啦! 眼睛太...太短了! 看起來沒有很大欸!完蛋你起! 一隻30!OK!還是會...還是會GG欸! 20... 25 而且你是道謝啦!還跟我說你還掉頭足類 腿毛想要用哪一邊? 哈哈哈哈 還沒...還沒開...我還沒開始掉了欸! 好!我們才開始5分鐘而已 我要繼續囉!我要下一隻囉!我拚一下 來! 不吃你! 1P1感謝你來玩! 你貢獻了這個腿毛 我把它倒數 有囉! 掰掰! 欸!很可愛欸! 哎呀!還是活的還是活的! 他有點困惑 他說欸!第一次被放回來! 他也只有一次啦! 爸爸媽媽都被... 還是第一次上來吧! 爸爸媽媽都被吃了!只有我被放回來! 目前領跑喔!用鋼鐵人!整組鋼鐵人! 然後欸!配一隻3.5吋的橘色的木蝦! 領跑現在一隻25公分的軟絲! 對!兩道眼鏡而已! 沒有... 沒有... 虧待阿傑 剛剛本來想說把攻擊觸手拉到最長應該要50了 但這樣很作弊 對!然後我們繼續吊!因為剛母光! 然後我覺得一定還有! 透出類!這邊... 背海岸很多! 然後我們帶來一個... 赤河瓦子 我們上海了! 大概就對了! -你在哪裡就對了! -你一直在開爐啊! -你真的要來? -你不要再掃蕩子 -你め就是你了嗎? -你正在好嗎? -你走開爐的? 它是跳三下 然後讓它停一下 我們來抽一次給大家看 三下之後往下放 我習慣性線會下放 讓木蝦是這樣自己往下沉 抬高的話蝦子會下不去 我們下沉之後我大概數個5秒 5 4 3 2 1 我這隻沉得比較快一點 然後我們再大抽三下這樣 OK 然後再往下放 大概是這樣 那也不一定要這麼規律 有時候大抽兩下 有時候大跳一下 我就很隨興 對 亂抽亂抽 但是就是記得要讓它有時間沉到底啦 因為那個投足人很喜歡直接落下的時候 就下次再落下的時候 它就會過去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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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我 真的假的 怪怪的 不痛了 來了 靠腰啊 垃圾 好大一隻啊 媽傻眼 好大一隻啊 怎麼會把他放那 欸實在很像耶 他拉起來很像耶 超像的耶 中了喔 哇表演了 要不要量一下 快點啊 來量一下啊 不用了謝謝 快點啊 看有沒有超過 好可愛 幫你 有啦 10公分 有啦12 10公分左右 好厲害 你閉嘴 那或許我們第0級的朝陽漁港 真的設立一個超高的標準啊 但不得不說 野流漁港也是一個生態超級好的漁港 它就像一個天然的水族箱 你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魚在水裡悠遊 但是跟超洋漁港相比 這真的是個髒亂 空氣有很汙濁的漁港 整個港區的水面跟地板都飄散垃圾 漁民也會把不想要的螃蟹跟小魚 直接篩選完就丟在漁港的地板上讓它腐敗 所以空氣中弥漫著網具曝曬 與腐肉的濃厚臭味 再噴雜一點柴油味跟釣客的尿燒味 而且蚊子也非常的多 大家記得穿長袖或是噴防蚊液啦 那我覺得最可惜的是 雖然野流漁港它有畫出這個合法的釣魚區 但是這個合法的釣魚區在絕大部分的時間 都有船隻停在正前方 它是嚴重的壓迫到釣客的空間 所以我其實覺得它跟沒有開放的意思已經差不多了 就等於沒開放嘛 所以我覺得 如果野流真的有心要講要這樣地方創生啊 社區營造啊 我覺得先不要急著下大把的預算喔 眼前能看到的這些危機 才是燃眉之急 然後整包垃圾直接放在地上 什麼意思 這個到時候一定吹下去的 突然有點感慨我們四波級EP0在朝陽漁港 我覺得算是數一數二乾淨的漁港 那你看野流漁港這邊 哇 尤其是那邊 這個就有點像釣客丟的 大家來這邊喝酒 鋼鐵人的玩了一下 現在換這把Zenis配索爾 我的老夥伴 這顆索爾陪我騎超多頭竹類 因為頭竹類比較沒有窯礦了 然後我們來搶RZ的OK 丟出去之後我會 這一手會稍微拉著 含著線 然後把它壓低 目的是不要讓字線太彎 可能也算是我黑漆千達的習慣 好 躲在這裡躲在這裡 快點快點躲在這裡 不要不要 他不要你有誘惑他不會 不管喔搞了喔 已經五花片跟他拚了 你這個要背 你這個要背起來也是有點難 難怪我全打會釣得到 一整群耶 還在還在在我腳下 好大 然後這時候又後悔沒帶黑吉桿 嘿嘿 這這這這這這這 我直接沒帶喔 我沒帶喔沒帶 放在家裡 有決心啊 會看鵝 會啊會吃啊 會看鵝 忐忑不安 OK 欸 長得好不一樣喔 要嗎 好 可不能讓他可以釣了 這是我今天釣起來的唯一 不OK 好小喔 不要25喔 好小喔 真的假的 沒有嗎 啊 家居 啊 真的 真的沒有25嗎 今天是誰的腳毛不保呢 對毛不保 感覺有點機會耶 怪怪的捏 完蛋了 怪怪怪的 來來來 來看一下 喔 喔 剛好25 欸超過25 超過25快26了 欸26 欸還有再嗎 26 還有再26 26 事到如今 可以拿出我的殺手劍了 Little Jack 仿足夾魚 超貴 但超擬真 30克 來吧 今天成敗在你手上 幫你拆了 我一直很捨不得用他啦 因為 對我來說他是裝飾品 但是今天這麼搖 又這麼激烈 對啊 剛剛 敲底 直接被一隻大魚 東走 連別陣一起不見 那還是在唱歌的 馬特 不想輸啊 不想輸啊 讓我二連勝 讓我二連勝 一隻大魚 加油 靠你的豬家魚 幫一個牢靠的姐 幫一個平常比較少用的很牢靠的姐 一樣貼底 搜索 貼底加跳底 然後我只有上鉤 因為這邊很掛 來吧 很沉 可以丟很遠 好 OK 稍微 放線給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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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釣這個航道 看有沒有大一點的魚 小紅乾也可以 超過26都可以 來吧 來吧 抽抽停一下 抽抽停 欸 欸 中 中 中 哎 幹他玩不大耶 但是有中掉 中了 拜託拜託 差不多26 哎唷 拜託 拜託 消失班 20 這個沒機會 這個沒機會 哇 涼型涼型 涼型石斑 那我還是會放生啦 好啦 趕快把他解鉤 我沒有時間跟你耗 sorry sorry大家 沒有時間好好拍他 我真的要趕快拼 拼下一隻 拜 愛你 感謝你來玩 還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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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今天損失好多啊 唉 拜託拜託 來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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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遠一點 丟遠一點 好 把握沒感了 沒時間沒時間沒時間 可惜 我今天本來想鎖定我 OK 然後我跳卵蟲都沒有 這裡 我覺得地形 因為這裡是往航道之後變很深 所以你昨晚從 露亞類的釣組 你要在這邊好好控制 掛地板 掛好控制棒 所以你要讓他終於更難 有掛喔 我今天掛很多 我今天掛了兩隻木蝦 我掛了一隻我最寶貝的竹甲魚 你留守一隻我最愛的竹甲魚 我今天一千起釣喔 今天釣的鵝一千起釣喔 可惜 就是釣場算難度比較高 對啊 但是我覺得基調啦 這邊還是推薦大家基調 基調跟木蝦好玩 基調木蝦以外 可以再想一下 呵呵 我們現在要等你環境 對啊 等一下等一下 九點九點 剛好現在九點 我很少釣母光的啦 其實我 我是一個對母光 沒有什麼動力的人 但我覺得這個比賽 賦予了我完全的動力 今天早上起來 我一直在想 要怎麼贏RJ 大家都 很多人都覺得 我看RJ那邊影片留言都寫說 RJ怎麼會輸KK 是不是運氣 什麼運氣 我很認真耶 哈哈 我們不是說要做漁港排名 現在很明顯的就是 最髒的是 野流 第二級而已嘛 啊 最乾淨草養 啊沒辦法只有兩級啊 沒有我覺得 我們排除掉漁港 要不掉得到漁生態怎麼樣 環境才是最重要的 對啊 港口不是只有給釣魚的人 對啊 也就是只有給漁民 它有很多可以發展的作用 像那個來這邊野流觀光的人 看到這裡這麼髒 這樣算是一個漂亮的漁港啊 總共兩天觀光 嗯 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完了 買最大片了 展示我的誠意 好不好 重點是我剛剛問店員說 有沒有那個整片剉下來 可以除毛的東西 那個店員又一個在看怪人的眼神 看我幹什麼 把它吹得很燙 那個除毛效果會 大大提升 是否因為我腿毛沒有那麼多 有嗎 有一個長幫琴嗎 啊 腿毛好痛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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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怎麼這麼痛 啊 啊 下集見 下集是他們拚的命都要贏 唉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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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記得兩邊的影片都要看 你的劇情才會最完美的補足 那這集是白港旋律第一集嘛 故事越來越精彩 絕對越來越精彩 我們已經往後又拍了好幾個集數 那後面的釣況也都很讚 請大家繼續期待 也歡迎大家留言提議你想看到的港口 好不好 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討論 OK 下集見 Peace 下集見 下集見